1992年 乌克兰军区 尤里跟随着一位士兵 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拱门前 随着大门逐渐打开 尤里的脸上也慢慢出现激动的神情 他甚至等不到大门完全打开 就一个箭步冲了进去 此时的镜头转向门内 一排排的长枪 像挺胸抬头的士兵一样 分裂在两旁 尤里拿起其中的一把 就如同酒鬼遇上了美酒般 他反反复复地磨缩着枪身 不厌其烦地瞄准射击 旁边响起低沉的配音声 在苏联巨大的武器库里 没有比AK-47或者卡拉什尼科夫步枪 这两个名字更为人熟知 它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突击步枪 被世界上所有战士所中爱 这是电影《战争之王》里的片段 虽然男主角 尼古拉斯凯奇饰演的尤里 非常的英俊 但我们下面要讲的主角 却是他拿在手里 不断抚摸把玩的那把长枪 跟AK-47 还在1991年819政变时 被称为苏联枪王的卡拉什尼科夫 也在家中关注着事态霸台 当他在电视上看到苏军散兵 拿着他设计的AK突击步枪 率先倒戈投向叶利辛时 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当年俄罗斯艺术家 萨夫罗诺夫在自接受采访时曾说 俄罗斯有四个世界文明的符号 福德加 套娃 鱼子匠和卡拉什尼科夫步枪 美国电影《战争之王》中也提到 AK是苏联解体后最主要的出口产品 其次才是福德加 鱼子匠 和带有自杀倾向的诗人 在俄语中 A是自动步枪的首字母 K是卡拉什尼科夫的首字母 那么AK的这个两个词是怎么来的 就是自动步枪 K就是卡拉什尼科夫 其实就是卡拉什尼科夫 设计自动步枪 AK-47突击步枪 堪称枪之中的经典 据在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的军队 装备了AK系列 其中有6个国家 甚至将它的图案 印在了国旗或国徽上 卡拉什尼科夫也因此被誉为 一代枪王 但AK-47突击步枪 也是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法名之一 按美国人的说法 全球已至少有25万人 死在它的枪口之下 不仅如此 自苏联制造的这种枪开始 AK-47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 全球92个国家 参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 90%的战争 谁也不知道 世界上究竟有多少把AK-47 直到武器日新月异的今天 它依然被不断地生产着 据统计 它的子弹杀死的人数 远远高于二战末期 美军使用的原子弹轰炸 广岛和长崎时死亡的人数 听到这儿 你也许会想了 打败了原子弹的枪啊 这么可怕的枪 那发明它的人得多凶残呢 其实不然 AK-47之父卡拉什尼科夫 不仅不凶残 小时候还特别地乖巧 就是喜欢手工制作 而曾经最大的梦想 是要成为农具设计师 那么是什么促使 这个文静的青年 发明了这款致命的武器呢 卡拉什尼科夫全名 米哈伊尔·吉姆菲耶维奇 卡拉什尼科夫 1936年从学校毕业后 卡拉什尼科夫在西伯利亚 铁路部门找到一份 机车修理的工作 那时卡拉什尼科夫就喜欢 搞些别出心裁的小发明 他曾梦想当一名农业机械设计师 但1938年 随着欧洲战云密布 卡拉什尼科夫应征入伍 被派到今天的乌克兰基辅福役 役役期间 卡拉什尼科夫曾被推荐到 军械技工训练班学习 此后又被保送到坦克架 我看你了